昨天在媒體上看到是有一個家長帶了一個年幼的小孩 企圖去悼念一個恐怖分子 其實看到之後我覺得非常之心寒 究竟是不是想我們下一代的人 全部都變成這些嗜血的恐怖分子呢? 我在這裡嚴重譴責這些背後在這裡美化這些恐怖主義 還有鼓動更加多人出來做這個暴力的人 我對這些人是願意譴責 我想我們在現場要看回 第一樣就是你本身獻花這個行為 會不會引致到有其他混亂 或者會不會引致到一些社會混亂的情況 或者會不會引致到其他違法的行為 所以我們是警方必須執法的 如果你說因為警察抓賊所以那些賊犯法 你警察不抓賊那你沒有人犯法 這個是完全本屋倒置的 很多人就是想用這些歪理 想用這些假的道理 來蒙騙社會的人士 鼓動我們出去犯法 令到是為他開脫這些犯法的行為 快來訂閱通視 按旁邊小鈴鐺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